Hello 各位晚安 我是博盛 今天要教各位的是如何使用RA4的電動尾門開啟跟關閉的一個設定操作方式 那待會我們開始幫各位做個介紹 電動尾門有哪一些開啟的方式 那我們準備就去就開始囉 稍等一下 OK 我們準備就去了 那我們先到車門的後方稍微跟各位介紹有哪幾種開啟的方式 一種是用遙控器我們可以藉由遙控器上面開啟後行李箱 電動尾門的部分按住他三秒鐘 那我們的後行李箱就會打開了 這是一種方式 這個是 開啟的部分那我們也可以用遙控器關閉尾門 這是第一種的一個開啟跟關閉的使用方式 好那這個是在車子外面遠距離的一個方式去做開啟的動作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就是到我們駕駛座 好來我們到駕駛座的位置這邊 好那我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我們駕駛座的開關按鍵在哪裡 好那我們駕駛座的按鍵在這邊 第二種開啟的方式如果您在車上有要放東西到車上的話按住我們這個按鈕 三秒鐘 我們的後行李箱就會開啟 我們的後行李箱就會開啟 好那當我們把物品放好之後呢 直接一樣 再按住我們原來的開關一樣按住 三秒鐘左右 那我們的後行李箱 就會有自動關閉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的開啟跟關閉 關閉的部分是有防夾的 那第二種方式已經跟各位做 操作完畢了 那第三種方式 如果說你人是在車子的後方 車子的後方 那我們可以從後面的開關位置跟各位做個說明 好那我們後方來講的話就是按開啟我們的 後行李箱這邊 調整一下角度給各位看一下 好那我們在後方的話這邊有右邊是上鎖 開個燈給各位看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看得到 右手邊的話按一下 我們的門會上鎖 那旁邊這個第三次 第三種的方式就是按住我們的 我們的後行李箱開關按一下 好 那我們後行李箱就會像這樣開啟 好就會這樣開啟 好那這是第三種方式 那如何關閉呢 關閉的方式在上面這裡有個開關按鍵我們一樣按住他 我們的後行李箱就會下來那我們示範一下防夾的功能 那當如果物體下來的時候有碰到東西 那就會像這樣停止了 好停止了 那我們一樣按一下開關 他就會打開 好這是第三種方式就是如何 利用遙控器 不是遙控器按我們後行李箱的尾門開關 還有我們的電動的一個尾門開關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還有一種方式在這邊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要設定這個高度的時候只要把我們這個降下來 降到我們要的高度一樣按住3秒鐘 好聽到嗶嗶嗶嗶的聲音 他就會設定到這個高度我們示範一下 好我們現在下來了 那我們在按上放上去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高度到這裡就停止了 好就停止了那這個高度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高度其實是還可以再更高我推到 更高給各位看 我們最高的話角度是可以調到這麼高 好那一樣 我們要如何設定就按住 好你會聽到連續音就是表示設定完成 那這是我們剛剛的第3種 好按我們的後行李箱 還有我們後行李箱的開關 好就可以開啟跟關閉 好那第4種就是我們一般普遍 講的 好用我們的腳踢式的一個開啟方式 好那我們的踢的位置這裡有一個凹槽 這個一個凹槽 一般來講的話我們是踢到這個位置 大概一秒鐘下來 來 感應到他就會開門 好那我們現在再示範一下 踢一下 下來 好那他如果感應到就會做開門的動作 就會做開門的動作 那我們再示範一下剛剛的動作 我們用另外一個 來開啟了 好他們是說腳踢的方式 讓他感應到就會做開啟跟關閉 好那我們現在剛剛是開啟 好我們再做一個踢腳的一個動作 好 好那他這樣來講他是沒有感應到我們再一次 好 好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好來你再示範一次 不行 來踢一次下來 好感應到了 好那這是腳踢的一個關閉方式 好不管你是腳踢或者是說用腳去 以下 掃一下 掃一下 那他就會有做開啟喔 好那剛剛是第4種的一個開啟方式 好我們剛剛複習一遍 可以用第1種用遙控器 第2種用駕駛座前方的按鈕開關 好第3種的話是在我們後行李箱這邊按 那第4種呢是我們的腳踢的方式 好那他就會做開啟跟關閉的動作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介紹的電動尾門如何開啟的4種方式 好那在這邊幫各位做個介紹 好那 如果你是在車上去按開關打開的話記得要注意後方是不是有障礙物 會不會去撞到 那距離夠不夠這個都要考慮到了 好那如果說你雙手拿東西的時候你就可以用這種腳踢的方式 好那他就會做關閉了 做關閉了 非常好用 好非常好用如果說你雙手拿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做以上的4種方式開啟跟關閉我們的電動尾門 那以上呢就是博勝今天幫各位介紹的 RIV4 如何用腳踢式的一個開關 或者是用我們的電動尾門的開關方式在這邊跟各位做個介紹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如果覺得不錯的話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囉晚安了拜拜 拜拜